美中之间的问题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蛮确定的一个方向 美国的国务院做出了一个报告 这其中写了74页 发表中国挑战要素 他直接做出一个结论 中国不仅想要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 而且要建立以中共为中心的 世界新秩序 这是美国的看法 那么很快的我们来看看 这个最新的抗中报告里面 中国第一时间就跳脚了 说是炮制反华的谎言极 而有一些景点 我们就可以到底有没有具备 吸睛人潮的效果呢 其实就可以看出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变 比方说习近平在美国住过的房子 现在居然已经发霉了 我们来看赵立金的回应 算是还蛮难听的 那到底是怎么让他们跳脚 跳成这样子呢 这个报告里面写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 以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为蓝本 不仅着眼于既定的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 而且要建立以中共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并服务于北京的威权目标和霸权野心 所以具体提出了10点建议 国务院觉得说为了捍卫自由 有10个必须要重新制定他的外交政策的方向 其中一个就是说 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灵活 技术最先进的军力 然后跟盟友盟邦伙伴 基于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责任强化安全合作 他们已经往这边定调了 同时他们要通过寻找机会 在公平对等的原则下 跟北京合作来促进美国的利益 那么在情况需要的时候 限制和振折中国 并且支持那些在中国寻求自由的人 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10个方向 那中国脚跳得还蛮那个的 他意思就是说 暴露了美方对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恐惧 美国的惊人 而且不仅恐惧而已 有焦虑而且不健康 美国企图从其冷战的险恶图谋 必将遭到中国人民 和世界爱好和平者的唾弃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就会唾弃美国 这个国成兄 您对于这个抗中报告 以及中国跳脚跳成这样 有什么看法 首先现在这个中美的关系 的确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相信绝对是中国不乐见的 像刚刚那个中美友谊屋 其实那个地方本来就弄错了 因为真正会在乎中美友谊屋的 会是那些华人 因为那个床是龙床 就是习近平睡过的床龙床 他坐过椅子龙椅 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就应该要开放成 是这个让华人去瞻仰的景点 但是呢操作错误 这个变成龙床不能让人家碰 龙椅不能让人家坐 这个不能让人家坐 所以最后反而垮掉了 就发霉了 象征着中美的友谊吗 这其实象征什么 象征着中国人其实不够了解美国 美国呢 其实也对这个中国过去 认为是过于善意 未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 第一个他要更加了解中国 所以刚才讲那个十大任务 包括了要多培养 了解中国的专家 那这个呢 台湾的战略地位会上升 为什么呢 美国要大家更了解中国 那么最能够帮助美国了解中国的 就是台湾 所以这种我们的战略软实力 会跟着提升 第二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威胁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中国动不动就是阅兵 然后这个军机 这个不断地穿越 所谓第一岛链 航母这个越造越大 这个美国是看在眼里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看到 这个未来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恐怕刚才那一间中美友谊屋 就是一个象征 就是一个代表 以前曾经有过 但是呢 现在还存在 也还没有马上倒塌 但是呢 年久越来越失修 而且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去接近 甚至成为一个笑柄 我认为这个就是将来 中国跟美国关系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啦 过去他们对中国的诸多做法 忍去吞声 包括很多网站把台湾 就直接忽视台湾的一个主权地位 写成中国台湾 是因为为什么 要在中国赚钱 现在发现 钱赚得到能不能拿得出来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所以说呢 对于中国的忍耐性 大家会不会越来越低 包括你看美国顶尖大学演讲者 被害羞辱 被骇客攻击 然后呢 外国媒体说 现在连中国的留学生 也变成了小战狼 怎么说 这是呢 旅美的维族的律师 为维吾尔族运动人士的阿萨特 他受邀到那个美国的布兰迪斯大学来做演讲 那主讲名称叫做文化灭绝嘛 就是中国在新疆的维吾尔政策 结果他还没有去演讲的时候呢 就有人要求学校不得邀请他 先要求不得邀请他 结果学校不理睬 进行 还是请他来演说的时候 演说的时刻 电脑荧幕居然被骇客攻击 换成了虚伪 谎言 放屁 这么难听的话 羞辱的一个字句 所以这个小战狼现在也是到处 范老师 你觉得现在世界各国还会在忍受这种事情吗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自从那个香港的 这个反送中的事件之后 我们知道他们都在 在台湾的一些香港学生 也都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也都有办一些活动 包含到这个今年的时候 那在台湾念书的中国学生 他们都会出来反制 所以他们每一个要派出国来念书 都有一些教育跟目的 他们来台湾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受到 他们在中国的 他们当地的领导 要求他们一定要去反制 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生 他们的活动 他们是有办什么烛光晚会 那你就看到那些 中国学生来骚扰来谩骂 那我觉得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们或许内心不一定支持 可能是不一定支持 没办法 要表态 要表态 因为你的家人都在中国 如果你不表态 他们会彼此互相监督 他们像他们这个 中国来台湾的学生 他们有支持他们的群组 他们有他们的微信 他们彼此会互相监控 彼此写报告 他们回到中国去寒暑假 都要去跟他们当地的台办 去做报告 他们出国念书 还要搞互相监视 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要这样子做 他们有小组在 对他们等于上 有一个小组 一个组长 什么 他们也是连坐的 会不会我们台湾大学生 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批评了政府 批评了习近平 也帮他们参一本 马上还在念书 就变成了中国黑名 而且他们积极的参与台湾很多 什么学生会的会长选举 对 像之前这个北部某一个 私立大学的会长 就是中国学生 因为台湾学生忙着打工 或者他们比较不论忠 中国他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未来 因为在中国 你要成为学生会会长 那就是未来的可造之才 你才有可能入党 甚至你才有可能参加公务员考试 他们很积极参与 他那种政治的一个参与的表现 而且我今天如果我终身 我参加成为台湾的学生会会长 再回到中国去 那不得了啊 表示你已经掌握了这个 台湾学生的动态 虽然我们知道根本不可能 他变成是台湾学生的领导者 他回去他是很有面子 而且他在台湾面前 他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攻击 也有中国学生 他事实上他后来受不了 他甚至就不回去了 他继续在台湾念硕士念博士 就不想回去也有 所以这里面的中国学生 有一些是或许处于是爱国心 处于战狼的心态 第二个也在一个群众 在一个压力之下 他不得不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 连美国川普他开始禁止 中国学生到美国去读书 因为发觉经过过去三十年 美国给中国这么多学生奖学金之后 这些人到美国来学习了 美国的这个很多的专业知识 体会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之后 他们回到中国去 他们没有去提出中国要民主 反而晋升 甚至他们到美国去 反而在发展 对这个进行整个情报的渗透 甚至想要借此来吸收美国的高科技 所以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很多国家 对中国留学生感到拒绝的因素 虽然过去美国因为这样赚取很多的学费 因为他们来美国缴学费 可是美国后来发觉这是得不偿失的 确实就是说现在那个整个反中的趋势应该是蛮定型的 这几天的新闻了嘛 大家都看到欧巴马回忆录里面有揭露说 反中整团是被监控的 而另一方面呢 柯林顿也跳出来讲话了 柯林顿其实他一直希望说 透过让中国经济发展之后 慢慢的就会走向民主自由的一个体制的向往 结果呢 他说在习近平废除任其制之后呢 也就推翻了美中之间的关系了 他说应对北京的时候 拜登政府跟盟邦之间 要采取更协调一致的做法 所以他说当习近平迈向皇帝 废除任其制的时候 其实这对于 至少四年八年就要选一次总统的美国来说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个新闻也蛮有意思的 五眼联盟声援香港议员 中国说小心被戳瞎 来 乙中老师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就是昨天有关国务院 他在发表这个74页的 我们讲说中国挑战的要素 或者那个基本的要素 那其实这个国务院 他的发表这个东西 我们第一个看到 他是从哪里出来 他是从那个 Policy Planning Staff 就相当于国务院他的智库 那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Policy Planning Staff 那个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余茂春 所以说我们几乎可以说是 感觉到这里面 这个东西的出现 跟余茂春 他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有很直接的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你在看 国务院他特别是 你最近在看 或者今天看国务院的网站 当然就那个 蓬佩奥来讲的话 他不能 他总不能说 我们现在这是要为了 过渡到拜登政府 所以他也不会去 他就说搞不好 这反正为下一任的这个 不管是谁当国务卿 国务院我现在定调 可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他这后面 他隐藏的那对话对象 也是跟拜登 很有可能进来的人 因为拜登政府 他们现在 那个很多的拜登团队 他们是说 他中国是不是那个 美国的No.1的 这个最重要挑战 他们不一定这么认为 那个拜登 可能还有提到 就是说俄罗斯是首要的 然后有关于这个中国 他在全世界上面来讲 他们讲说美中 那个拜登团队也有人讲说 美中不是属于新冷战 他不觉得要用冷战 这样的一个词汇来处理 可是如果说 你看这个中国挑战的 这样的一个要素 他实际上就在告诉大家 现在就是在冷战 而且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并不是竞争者而已 现在是对抗性的关系 要大家要弄清楚一点 那同时也对于就是说 例如说中国他的学生 在美国 因为刚才有提到 例如说中国的小粉红 在美国校园 其实那对美国来讲 他认为这个事情 已经不是说 我们一笑之识 这些人不懂事 然后来这个地方 发泄他的民族情绪 对他们来讲 现在不是民族情绪 你们学生到美国 这个地方 享受美国言论自由 就是应该要接受 美国他的这样一个规范 而且他们也认为 或者美国自己也认为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在美国这个体制里面 我们是有办法 起码你就算是不接受 你也会怎么样 会会在那行为上面 会遵守我的体制 就发现不是这样 所以现在关键是怎么样 是说过于那个 拜登里面团队里面 有限他的主张 他认为说 对于中国的学生 不应该限制 美国有他的制度上的优势 我们要我们的软实力 如果说我们不让他过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感化他们了 他说对不起 你们看看这些中国学生 他在美国做什么样的事情 人家在后面还在控制他们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 有关于中国挑战的要素 这个因素 他这边要告诉的是 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把中国的挑战 把他给简单化 而且也不要把自己 能够去处理中国的挑战 特别是在美国自己社会里面 受到他的这个 冲击这个部分 也要把他给简单化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美中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那个报告 特别是说有关于跟民主党之间 我觉得他一个对话的 这个期待 要怎么样去行作 特别是拜登那个政 有可能拜登政府 他之后的中国政策 这方面的用意 其实他是相当清楚 好我们来看 这个礼拜天 莱猪反莱猪 马上就要这个走上街头了 其实这是一个秋斗的活动 但是这个秋斗的活动里面 从一开始为了提升 劳工的权益 到目前为止 每一年一年 有不同的这个攻击点了 现在扩大到了民生一体了 国民党趁秋的 也要参加这个活动 秋斗这个活动 反莱猪 民党究竟该如何来隐隐 最近释放出一些消息 美国现任高官 要来访问台湾 有可能为了要洽签FTA等等 能够化解民众对于 莱猪的疑虑吗 我们来看VCR 反莱猪 反莱猪 顾健康 顾健康 国民党立委顶着大太阳 不在立法院议场内开会 反而跑到议场外抗议 而且20号这天有新道具 一大早搬来一只超大冲气猪 高三公尺长五公尺的冲气猪 工作人员还要帮忙贴上标语 国民党打算把这只猪 用在1122秋斗游行 只是采海没前半游行 但客制化的两只冲气猪 居然要价45万 就连立委陈一娟也把猪头 带身上当场变成野猪骑士 国民党行进让执政法摇头 我们在讲说他们就是为了112游行 所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 异常的杯葛 那很显然后天就要游行了 他们把里面的小猪拿到外面来 摆得很像普渡的阵仗 所以这是台狄公 所以这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在野 国民党过去执政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确在有些议题 可以做得更好 杯葛院会11次 重大议案全卡关 国民党不直询 薪资全花在准备1122大游行 不过明明是老团伴的秋斗场 却被国民党挤进来 一开始说要反萊猪 后来又说要反关中天 蹭来蹭去连主办单位也看不下去 有关就是说各政党来参与 本质上我们是翻赢的 尽量的要求各政党能够 这个党旗或者是其他的旗次呢 尽量的减少 中南部很多乡亲打来说 我们要去哪里有车子可以坐 他们都愿意上来 算一算公民党杯葛11次 坐领干净就烧掉了253万元 被耽搁了总预算和前瞻计划 接下来恐怕还得召开临时会 又会是另一瓶花费 我们来看野猪战士都出来了 那当然很多人在问 特别是民进党本身其实是相当了解民意的 过去反对瘦肉精 如今接受了到底是有什么可以作为交换 是大家在问的嘛 就是说民众现在也是在等 等民进党给大家一个答案 所以最近释出了一些讯息了 环保署长会12月可能会来到台湾三天 那么从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8月9号到8月12号 是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率团访问台湾 他是总统继任顺位的第12名 然后呢接下来9月17到9月19 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来到台湾 这是从美台断交之后呢 41年来国务院最高的层级 他总统的继任顺序是第4名 这接下来就即将要来的 12月5号到12月8号 美国环保署长惠勒 要来台湾访问三天了 那么释出这个讯息之外呢 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美国的参议员应邀 他说呢美国参议员认为 政府应该邀请蔡总统访问华府 并且应该签署美台的FTA 博文我相信你在基层 你又担任主委的职务 所以你在很了解这个民意的状况 现在莱猪要走上街头了 你怎么看 那跟刺错这些讯息有没有关系 我们付出莱猪的代价 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要针对 莱猪的问题走上街头 我都给予充分尊重 而且我认为一个在野党 当然有他必须监督政府的 这个立场跟表态 但是我只是觉得第一个就说 如果你真的是要反来租 那就清清楚楚的 你由国民党率领这个群众上街头 他人都没经历的说 没有资源 只有钱定做四十五万的租 你看光他一个道具租就四十五万 那我觉得那个有没有钱 那其实都是都其次 假设你这个议题 能够引起很多民众的号召 甚至民众主动捐款 然后来造成这个游行也都有可能 所以那个钱绝对不是问题 那最主要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要反来租 那你就这个主题清楚 然后诉求清楚 可是他为什么要跟那个 我们知道每一年到秋天 所谓的秋斗 就是主要是这个劳政 劳工的这个相关的团体 他们要诉求很多劳工议题 那我们知道一个游行走上街头 就是要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所以你诉求目标要非常清楚 那你变成好像去蹭这个秋斗 我是觉得这个国民党太小看刺激了 那我觉得一个在野党你要 你觉得他如果信心应该自己号召一场大一点的 整个光环集中在自己身上 并且聚焦在莱猪议题 对不对 我觉得那当然是这样子 第一点是 你摸得这样摸就对了 一定是这样子做 因为你游行就是主张诉求要明确 游行最忌讳的就是说 你这个也参入 这个也参入 所以你看很多游行主办单位 他都会讲说 这个跟本次游行议题无关的 那个旗帜 请不要带出来 背心什么都不要带出来 甚至有一些社会议题很明确的 他甚至要求说 你政党不要加入 否则你政党要加入的话 就在最后一大队里面 这个游行就是因为你诉求 不能被模糊 不能被 不能摇摆 一定要让人民清楚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战场 在哪里 就是在立法院 就立法院那是一个 几乎是媒体 你看现在也有国会频道 然后媒体高度关注 你如果在立法院 你当着这个苏贞昌的面 你把苏贞昌问到岛 问到他牙口无言 问到他突然停滞10秒 15秒 那你就赢了 不是吗 那问题是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咨询是民意代表 非常非常重要的职权 那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论理清楚 你觉得你论述有道理 你大可在一场上 你跟这个 所有的行政官员 来一场辩论 让所有全民知道说 原来国民党说的对 为什么你不敢 为什么你要连续杯葛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而且造成怎么样 现在很多的意识是延宕的 你等于透过莱猪 阻挡了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预算 而且大家知道 本会期是重要的总预算 那难道前三计划 这些委员都不关心吗 国民党立委都没有争取吗 其实蔡英文 蔡总统 他在这个 莱猪要进口这个政策 第一时间 他就亲上火箭说明 他说确实 我们现在希望台湾 因为现在的美中局势在改变 我们希望能透过 这样的一个局势改变 包括红色供应链的解体 我们希望能够跟国际 多一点接轨的机会 所以透过这个莱猪的 这个进口 我们也希望能够换来 未来有更多 可以让台湾 这个跟国际经贸接轨的机会 那这过程中 事实上我们一步一步 你看我们现在包括 你刚刚有讲到 阿扎尔来台湾 这个国务刺青 莱猪还没过阿扎尔就来了 对 国务刺青 柯拉柯也来 包括现在台美的这个经济对话 也在进行当中 那未来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讯息 我觉得是正面乐观 那很多人会想说那会不会未来民主党上任之后 跟共和党的这个态度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你最近看 其实我讲一句话 川普他事实上在执行谁的政策 川普是共和党 可是我认为他其实在执行共和党的政策 为什么 欧巴马到后期 其实是由他提出重返亚洲政策 因为当时已经警觉到整个中国霸权要崛起 所以美国当时最早喊出重返亚洲就是欧巴马 所以我认为其实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贯 政策是一贯 台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美国是不可能放弃的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情势 我希望国民党要看清楚 省时度是不要 千万不要走错路 来 罗伟员 其实要跟国际接轨 也不需要用进口任何来租 来跟国际接轨 其实我们你看 我们在武汉疫情的时候 我们防疫得当 我们用我们的口罩 去送给一些需要的国家 我们得到多少赞赏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那你说今天 美国四处说 他现在有很多官员要到台湾来 我们很高兴 说我这个是空点结后 美国那么多官员来 可是大家要想清楚 现在这些官员都是什么 都是川普的官员 那现在马上拜登要上来了 那到底拜登会不会遵循 川普的对台的一些政策 当然我们知道 你觉得大方向是不是不会变 重返亚洲了 那你大方向 第一舰队都要 对 大方向不会变 可是对台湾的态度会不会变 这个我质疑 那他们到台湾来 到底有承诺台湾什么 给什么 我们现在口口声声是说 他们要支持我们签 FTA 他们要跟我们签那个什么 只有跟我们中美两边的贸易协议 在哪里 你说现在有在谈 有在谈那个什么 中美经济合作 那请问 美国真的会浪力多少给我们吗 这个我们说 你今天跟美国 签一些经济合作 那我们会得到 得到多少好处吗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位置数 可是你还没有 得到好处之前 你就先上 觉得国民党这项不可以 不可以 什么 国民党不可以反萊豬的不可以 不是 我 我 我也赞成 为什么不自己办 我也赞成柏雯讲的 那个主题要正确 主题要正确 不要再砸的弄了一大堆什么 又要支持 对啊 你们那45万的猪 不自己走 又跟着秋豆走 又跟那个 那秋豆当然是借这样一个 其实国民党有在动员 国民党不是说 都是靠着 靠着秋豆那些人 其实国民党各个现在 你们国民党要成一个大队 目前动员的怎么样 应该他都有透过 透过国民党的那个林理长 跟国民党的民态 民态在动员 也不是说国民党多少 好像就站在那边 看人家秋豆动员 不可能的事情 国民党要动员 估计国民党这次会动员多少人 国民党他们现在目前估计 是说要最 最少要动员个五万人 要弄五万人 礼拜天的时候 他们有 估计要五万人 他们基层有在 有在我的了解 我说我的了解 他们有在动员 是 透过那些 五万人很恐怖 透过一些林理长 五万人你就自己搬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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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不要 你们这样一直唱 所以话会更多人出来 没有没有 因为因为 因为我跟你讲 真的啦 萊猪的问题 确实是蛮严重 我先讲的是 如果你了解美国 了解国际政治 环保部长来 不会跟萊猪有关机 也不会跟那些有关机 他只是在美国呈现的 在就算在 现在大家觉得 他们在政权 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之下 已经过的政策和法案 会持续 所以他是台湾旅行法 继续的贯彻 所以他们的部长 或什么 萊猪 所以一样的 他们的议员 也是在提 当然那个难度比较高 邀请蔡英文总统直接去 那也是他们已经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 绝对会直接的贯彻 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环保部长来 不会跟你谈萊猪的问题 不会跟你谈BTA的问题 美国的体制 不会逾越这个 附穴奋纪 台湾旅行法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你要回来看的一个 这大趋势是什么 大趋势是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说 民主党上来之后 共产党就可以喘口气了 所以其实江启臣 应该会非常感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氛围在 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 皮尤最新的民调 要认为川普对付中国 那是美国人 是对的方法 所以这个风向已经出来了 所以柯林顿和欧巴马 要出来讲 他们也认为 现在应该要更强硬 应该要更怎么样 他们 这个就是江启臣的感慨了 如果说 他们两个人是 先帮拜登 来赎罪 这些责任我来扛 然后现在要转方向 我来扛 所以他们两个人 是帮拜登开路 所以拜登上来之后 如果拜登有任何的转向 他们两个前主席 前总统都已经扛掉了 而不像国民党 江启臣想要任何的转弯 那么多的老人家 大佬都来主打 都来主打 所以江启臣很感慨 为什么小叶长 那至于一一二二这件事情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 我会觉得国民党会很可怜 为什么很可怜呢 本来秋冬是劳工要去的活动 这是台湾很长期的传统 那你国民党呢 作为一个泱泱大党 你竟然要去寄生于劳工 这已经很丢脸了 那第二个 你现在莱猪的问题 其实当然 其实国内有很多疑虑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 大局之下 有很多的无奈 所以可是国民党 到下一次 就算国民党 常常喜欢讲七成的人 有反对 可是你们国民党 就只有两成 代表整个这一疑虑 不会认为你国民党 是代言的 认为 所以这个东西的五成的差距 代表这五成 并不信任你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 没有拿到这个志先的发言 没有这志先 然后再过来 你今天去搭人家的便车 搭便车之后 后面还有更麻烦 更麻烦是什么 刚讲五万 我一讲 我知道国民党高层里面 很多人会一些 他讨论起来 他们是很害怕的 为什么 你有听到国民党高层的 恐惧心声 恐惧为什么 因为这五万是韩粉 韩粉 这五万 可他们担心的是韩粉 我是为了电视 我懂了 就是说 可以想要落五万人出来 但是会出来 这五万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份 对 因为现在有一些议题 高层担心的是穷州 对 是韩粉出来 那韩粉出来之后 当天的主题 也不是莱猪 也不是什么 所以会变 就会变反对 周天关台 对的 捍卫台湾 然后他们就变成是韩粉 所以整个都失焦 所以这个是那个对国民党来讲 我是觉得江启臣他们现在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可是回来我还要是提醒一下执政党 是风停了 就是因为这两年来在国际上一个激烈的川普的风格之下 国际上大风大浪的这种风 所以很多时候在很多国际关系上顺风顺水 但是顺风顺水之下 确确实实 我们人民台湾这个在角落里的孤独的男孩 防疫做得很好 这卓貞昌讲的 角落里孤独的男孩 然后防疫做得很好 经济也成长得很好 没有加入RCEP 结果说我们跟印度是全世界经济最好的 股药最好的 所以这些东西 可是很多人民还是闷着的 很多人还是在大局之下做了很多牺牲 所以此时此刻 当台湾人每个人都是角落里的孤独男孩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呱噪的老人 霸炸的老人 所以有些反弹的情绪也会出来 那我会建议执政党坦白的 尤其是行政单位 坦然的去面对 而不要用对抗的方式 至于国民党怎么样让那一天22号不失交 不转移 我觉得那是江启臣的难题中的难题 这路云你应该也会担心这个吧 万一是韩本出来探位台湾自由 我们也很担心 真的所以我就说主题一定要明确 我们国民党不要再扯到别的 就是反萊豬 那反萊豬 那韩本现在多少人要出来的 有没有掌握到 动员的里面平静的为了民生的 有几%然后激烈的 那韩本言论自由的有几% 韩本也是反萊豬的 所以我知道国民党任何一大队的那个领导者 就带队那个队长什么 那个要控制好嘛 你就是主题要接掉 不要那些韩本到时候把一些劳工团体上去骂下来 我我们要面对面对一个一个一个 我现在发现秋豆这一队要派SNG车去全程连线 可能状况会很多 美国打算要建立第一舰队 而且是剑指中国 中国又跳不起来了 说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 他先批评说美国军费世界第一 老师说中国危害世界和平 其实中国才是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他说美国现在频频指责他国威胁 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逻辑 因为美国希望在印度洋太平洋之间的十字路口 部署庞大的舰队 这不能单凭现有的第七舰队 必须考虑到从这个新加坡印度等伙伴 我们将建立一个第一舰队 并且投入使用 同一时间 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接连访问日本韩国两个国家 先访日再访韩 那么访日确定会晤 日本首相菅义伟 那么到韩国之后跟南韩的外长 康金和举行会谈 美国建立第一舰队 中国外交部长接连出访 这中间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舰队如果建立了 对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有多少个舰队 它在亚洲大家最知道 最熟悉就是第七舰队 它是西太平洋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太平洋其他地方 还有这个第三舰队 然后呢 其他还有好几个舰队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用于第一舰队 因为第一舰队将来建立起来之后 重点是放在这个印度跟南中国海 然后呢 这个地方 美国人知道 亚洲人在乎面子 所以呢 以前他有这么多舰队 我们可以看到 有第二舰队 第三舰队 然后四五六七舰队 就没有第一舰队 所以这个第一舰队将来就协防亚洲 让亚洲人觉得说 美国这么多舰队 就是第一舰队 就来协防我们 好 这个增加亚洲的这种自信心 它是有经过特别设计的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因为舰队的建立 时间是蛮久的 航母 各个军舰的这种建造 到成军 所以现在讲 要建造一个舰队 它的重心 它的战略方向 一定是确定的 而且这个重点 一定是放在对中国 因为你如果是北韩 伊朗 它的海军 其实跟美国比 那差太远了 不需要再用新的舰队 就可以制衡 所以这个新的舰队的 这个出现 其实一定是要警告中国 说你在亚洲 不可以为所欲为 特别是不可以在南海 继续 中国就算是和平的缔造者了 你还说他怎么为所欲为 那中国当然 他要这样讲说 我是和平的缔造者 问题是 中国讲那个 其实是恐怕连他们自己 都不太相信 因为中国自己 也不断的强调说 大国崛起 那这个在讲这个和平 中国也经常强调说 现在国际间 这个王华势力 越来越强 什么炮制什么 这些对这个中国 这个不利的这种说法 换句话说 他自己也知道 他面对是一个 不和平的环境 他讲那个和平 都是在唬烂的 那这一点来讲 其实美国 民主党 共和党 可以说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美国的国会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常常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常常会主动 会增加国防预算 美国国会 是有增加预算的权利的 他是什么 要买一些武器给军方 军方预算不一定要 因为他买武器 提升国防预算 可以增加他选区内 那些国防工业的 这个商机跟就业机会 但是军方有时候 他胃口 或者他的训练能量 没有那么高 所以常常美国国会 给的国防预算 比军方实际上 花掉要用的还多 这一点来讲 是他的这个国家 百年来的一个持续的政策 这一点就跟我们这边 就是刚才讲到 美国前任总统 出来挺现在的总统 我们这边 这个是前任的主席 不断的丢个包袱 要现任的主席 要去背 然后要去听他们的指挥 所以这一点来讲 就是美国的政策 有的时候我们 没办法理解 就是觉得说 你好像换个党 是不是会持续呢 其实这一点是站在 他们自己的国防利益 他们自己的商机 他们自己的 这些战略的方向 是不会轻易的改变 创下第七舰队不够吗 还要再增加一个第七舰队 第一舰队 其实你要看的是 过去的时候 他这个现在的布局 是在冷战 包含波湾战争 以后的一个布局 所以在太平洋这边 他有第七舰队 可是你看第七舰队的核心 是放在哪里 放在日本 是因为在那个冷战的过程之中 他是要对付或防放 苏联为主要的敌人 所以他在放在那边 然后在第五舰队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波斯湾这个地方 中东这个地方 这个全世界人员的通路 所以放第五舰队 第六舰队就放在大西洋 那可是你会看到说 如果当时的时候 不认为中国的国力 是有跨海投送 所以呢 他会是放在北边 那现在如果中国是主要的威胁 你要面对中国的时候 所以现在传出了第一舰队 重新阻来 他也是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这样一个状况 他可能是放在关岛 而放在关岛 就是放到这边 南太平洋 西太平洋 这个地区 有一个主力的防范部队 这个当然 一个原因是 因为从日本那边 每次南下 是很困难的 从那个第五舰队那边过来 也是有时间的 然后前一段时间 不是上一次独立号 就96年的 那个独立号 那个海军上将 航空母舰上将 就想说 现在已经不是 当时还有十天的时间 调两舱航空母舰过来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 要组第一舰队 就是认为中国是威胁 而且我们也得承认 中国是有威胁的能力 而且中国的个性 又可能是威胁的个性 中国现在的军力 是不是超过俄罗斯了 俄罗斯现在军力 确实在全世界排比 是没那么强 俄罗斯大概十几名吧 印度都第四名了 你刚刚都说 这个风 你警告执政党 现在风已经比较停了 之前做很多事情 都受到很多 早上是顺风顺水 第一舰队如果在关岛 而且是冲着中国来的时候 风还在继续吹 那个对抗 那个布局是一定有的 但是国际上 像川普那样子 雷厉风行 风风活活的状况 以拜登的个性 是不会有 但是他们还是做个布局 然后国际上不会有 今天和明天 有那种意外式的发生 是 因为像川普 这种个性的总统 他恐怕是空前结后 来 应该不会有 如果说川普 他就是说 现在如果真的是完全都没风 或者是说川普要做这些事情 他只是为了选票 那为什么选后 他还继续干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基本上这是一个趋势 这个不服输 没有关系 中国 所以现在关键是说 这个是两党一个共识 然后只不过是说 拜登他在那个做事的态度上面 或他讲话的那个语气上面 他会像川普这么直接 然后另外那个川普 他往往是他说 美国跑第一个 然后叫你们后面 要给我跟上来 所以说美国在前面 拉到后面要往前走 那拜登是说 那我那个 我要先跟盟邦 好好讲过一次 那我一起往前走 差别是在这儿 柯林顿也是这样建议 要回到多边关系 对柯林顿 但是在这边我就要讲 柯林顿和那个现在欧巴马 他们现在的讲话 我觉得现在 就是搭这个顺风 顺这个风向 也搭了这个风 但实际上那个包括 那怎么纵容中国 变成这个样子的 柯林顿难道没有责任吗 欧巴马难道没有责任吗 而且其实也不止那个民主党 那个在2005年 就是共和党时代 那个Robert Zollick 那个美国的副国务卿 讲到中国是什么 是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 是他先开始出来的 然后再来2006年 开始出现美中的 那个经济战略对话 这也是在小布希西政府的时候 引用那个华尔街的力量 进到这个美国的 那个决策的核心 指导中国政策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实际上 在过去那段期间 纵容中国到今天 这样一个程度 的确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他们的共业 那现在民主党的总统 前总统跑出来讲说 他当时会这个样子 不管你说他忏悔 或者是怎么样 起码他现在想要解释 他为什么刚才那么做 那意思就是说 现在应该要 他认同现在的方式 对对对 方向正确的 那现在 拜登排除困难 那现在像第一舰队 我觉得他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在于说 当然第七舰队 他主要是在西太平洋 针对苏联 那是在冷战的一个架构 那现在中国他整个重心 他从印度洋 然后到那个南海 然后以及到这个 我们讲说 那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所以说的确 他在那个军力的应付上面 如果再从印度洋的第五舰调兵过来 但是又有这个中东的问题 他不一定有办法兼顾 所以也因此会有个 所谓第一舰队的一个设置 但第一舰队现在设置在哪边 新加坡会不会愿意给他 这边大家会是个疑问 那如果说照这样来讲的话 比较有可能 要么就是在菲律宾 因为毕竟有美非同盟 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越南 或者是说在澳大利亚 但是越南他已经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三部阵 他不会给外面的人 那个不会提供给外面 就军事基地 这他其中的一部 这是越南自己本身的政策 然后菲律宾 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也不一定是说 他会再继续欢迎 像美国大规模的军力 直接进驻 那所以说现在来讲 这第一舰队要在哪个地方 这会是个要去讨论的问题 但反正我讲说要建立舰队 和那个什么时候 要设置出来在哪里 这中间还有一段的过程要走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其实美国现在非常防范 中国他出去是怎么样 是有个TGT 这样的三角地带 TGT的第一个T是指东京 第二个T是指台湾 第三个G 那中间的G是指关岛 为什么会讲到TGT这边 这基本上代表是从第二岛 从第一岛到第二岛 中间这一块地区 这块地区的海深是最深 那但是中国如果浅舰 他从不管是宫古海峡 或巴士海峡 一出来进到那个地方以后 我们很难去侦测到 他们浅舰的中基 那只要中国现在我们所看到 不管是他的巨浪 不管是他的巨浪二型的飞弹 7400公里 如果说他直接进到 这个我们讲第一和第二岛链 这边我们很难去发掘地区的话 中国就有办法对美国那边发射 他的那个导弹 那导弹过去 不仅可以直接很精准 炸到美国的本土 那如果说再加上我们讲说 巨浪三型 那样的一个 他一万四千公里的话 那更有办法怎么样 打到美国东岸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说 怎么样让那个中国 他的那个潜舰没有办法 就卡死在这个海 这个我们讲说巴士海峡 还有贡国海峡 最好就是卡死在 那个台湾海峡那边 根本出不来 所以说美国他从第一岛 第二岛链中间 他这边不会有所谓 那个被中国 不管是Aero Denial 就是说我们讲说 区域禁止 或者是那个反介入 他的那个作用 会受到阻拦 那有办法去把中国 他势力能够很明显的 就限制在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讲第一岛链 以西的这个地带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 所谓第一舰队它的一个设置 不管它到时候是在哪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空缺 是怎么样防止中国 它的潜舰 或者它这个整个 那个军力的投射 能够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我们讲说东京 台北和关岛 站在一个三角地带的中间 好广告局 我们要来看 其实中国内部 真的是很不平静 越来越多的首富 被怎么样 几乎是抄家了 现在连中小企业 也被地方政府 来进行抄家 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回来 不是马上就说 是那个马云 习近平亲自决定 要让他出手的吗 结果最近这个新闻 是不是跟习近平又有关系 习近平一走 南京的前首富就被抓了 所以这一阵 中国搜刮富商 已经引发人心惶惶了 孙大武 杨忠义 杨忠义是南京的前首富 被刑事拘留 指控他是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那么由于他落马的时间 是习近平刚刚考察 南京的时候 所以这一连串的行动 已经引发 中国名气人心惶惶了 有人说中国一再对富商下手 蚂蚁金服 马云的孙大武 杨忠义 这叫做什么 清洗刀把子 掠夺民间财产 已成常态 这显示出习近平整肃收工 民移企业家的意图 究竟是要整肃 立威还是说真的没钱了呢 博文 我觉得这个让大家感觉到 中国好像现在又开始 像他们早期开始 斗争这个资产阶级 斗争地主 感觉好像回这个改革开放 以这个从这个九零年代 然后这个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走的一长串 这个所谓社会经济改革路线 现在好像突然一下子走回 那个过去在这个土共的时代 因为这样这样的一个态度 会让很多人感觉到惶恐 特别你说像几个指标性的企业 包括马云 当他的这个淘宝 当他的这个蚂蚁集团 这个做出成绩之后 然后政府立刻说 民间的立刻收回国有 这个在民主世界是无法想象 国际民退 对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你现在去这个中国投资 很多人都讲 你有命去贪 不然命来开 所以这个很多人就想 赚了就赶快跑 赚了就赶快走 赚了就赶快移民 这个不止刚刚我们讲的几个大企业 其实包括在一般的民间 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我常常在想说 这个会不会是说说 你看这个中国穷兵独武 你看穷兵独武背后要有很大的经济力量 美国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是因为他背后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 那这个换句话讲 中国他必须要培养这么多的这个军力 包括他内部的维稳 对外扩张的军力 所以他经济力也要够 但问题是我们看 特别是今年中国整个是经济呈现萧条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政府没钱了 干脆就直接往人民的口袋里面强行收刮 那不只是这些大企业 我给大家看 这个说中共开始割韭菜 割什么韭菜 不是割马云 山西平遥有两百的 两百户的古宅遭收归国有 这个背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中国也有保留很多的这个古城 古墙或者是一些旧有的古迹 这个山西平遥 这边有大概两百户的古宅 是古社古乡 这个地方是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很多人去那边拍戏观光旅游 这个怀骨私情 非常的这个私情画意 那当时这个古宅 是人民这样一点一滴 把他这个重新把他建筑起来 重新把他维护起来 结果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发现说这个山西平遥 慢慢的好像怎么样 像个摇钱树一样 第一个观光客多 财源也多 然后现在这个山西平遥 两百户的古宅立刻遭收归国有 为什么收归国有 你们钱赚太多了 这个部分我们地方也要税收 用地方税收的钱 再来建设 再来这个为捍卫人民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权益 所以这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帽子 扣下去之后 现在这两个两百个古宅 就突然顿此收归国有 所以现在中国现在情况很严重 是你包括那种跨国境 包括这种富可敌国的大企业 说收就收 说收归国有就收归国有 连一般民间基层 这种人民辛辛苦苦赚两把钱 然后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子孙 有一口饭吃了这样的古宅 竟然也被顿时收归国有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 恐怕是经济面临到一个瓶颈 而这个内部的状况 外人恐怕难以想象 等于大的小的现在都没老高 对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这些维权的 这些房地产的一些民众 很多是大学教授 就中产阶级 就过去他们这些人 事实上是跟共产党 是靠共产党一起养大的 他们跟共产党是休息与共 过去这些所谓的武警 去打这些 或者是城管去打的这些人 就是摊贩 或者是抗争的人 都是那种所谓的低层的 比如说房子被征收 被财团征收 都是那种比较底层的 现在是这些 本来这些什么教授 或者这种中产阶级 他们就在那边看好戏 你们这些就是被打活该 或者你们也不同行他们 现在被打的是 自己了 对他们自己了 这个韭菜已经割到他们了 本来是割那些 那种基层的 或者无权无事的 这些什么大学教授 也算有名望啊 这地方在很多地方 也被尊重啊 也是跟共产党 集密联合在一起啊 他们这辈子能够买车买房 也是跟共产党啊 可是现在是他们的一些权益 也开始被割掉了 所以他们本来 在作弊上关 很冷很冷漠 现在终于尝受到那些被打的人 他们内心的痛苦 那过去他们甚至在旁边看好戏 甚至他们觉得这些人 本来就是社会的底层 也不值得同情 那现在被人 本来的底层 已经被韭菜的割完之后 现在割中层 甚至割什么 跟高层 起个首富割一割 对 首富的都不稳了 而且包含我们刚刚 我们我们想到了 像这个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马云才56岁 去年叫他退休 不含我们看到支付宝也好 他的这个马云 马云的这些阿里巴巴也好 都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企业 所以马云去年叫他退休 他又想搞这个蚂蚁金服 现在蚂蚁 叫你退休你还敢不搞蚂蚁 蚂蚁 锅子上了蚂蚁 热锅上了蚂蚁 让你 所以我们知道 让你非常痛苦 那为什么 习近平亲自下令 因为你马云要搞这个蚂蚁金服 是什么东西 就等于是一个中国最大的 借贷的地下千庄 那这个传入一个八卦是什么 说为什么蚂蚁集团IP又被叫停 谢田有名有姓的 这是美国南卡大学商务教授谢田 他爆料 他说因为马云在这个喝酒之后 说习近平是畜生 传到了习近平而言 谢田不是普通的教授 他是中共党教的 他跟余茂春一样 都是当时那个邓小平跟卡特 说我要送几个留学生 到你那边去 等于是邓小平送出国留学的 中国开始送留学生去美国的前几批 所以谢田 他当然是跟也跟余茂春一样 去到那边之后才真的是那一批美国人希望 去了美国之后思想有改变的人 所以谢田 他就留在美国了 他留在美国 其实谢田也来过台湾 2013年的时候 他也写了很多书 所以谢田的这讲话 谢田他跟海归派 跟海归派 跟很多太子党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来自内部的消息 是才会讲说 马云嘴巴里面讲到最严重的话 这个话就是骂了习近平 这还得了 说维尼熊都不行了 怎么可以说是真正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 还有孙大午 河北不是前几个孙大午吗 他也犯了最严重的罪是什么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 小康社会的际遇和难题 你只要想小康社会非常伟大 习近平就很高兴了 你写了两个字 难题 这习近平当然会 难题都不行吗 难题当然受不行 所以其实现在习近平 在清算这些人事 所以日本的媒体是说 从2018年2019到2020 一百零一家这种大型的名气 通通被收割了 那为什么被收割 因为他们没钱 缺钱 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讲出来吗 在哪个地方里面 小学的老师的薪水 好几个月没有发了 哪边的营养午餐 没有学生的补贴没有钱了 没钱 所以上面就割韭菜 跟你大的 各县市 所以我们才说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就找小的名气 在割 警察就在开始查 我觉得在中国 因为他们都是 很难去俱乐业 中国现在有个口号叫说 要努力学习 学习习近平 你刚刚讲到说 说习近平是畜生 所以就IPO整个没了 前中共党校副编审 账户被冻结 他叫做邓玉文 他已经移民到美国纽泽西了 他发现他在北京的账户 完全不能动 他人家就说 因为你就乱讲话 他说他仔细讲 他只有写 胡温政治遗产 然后觉得中国应该放弃朝鲜 是不是因为这样触怒了中国的 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 习近平 习近平做个中央党校校长 他做个中央党校校长 对对对对 我们才派他们解放军在这个香港的画面 我们就被抓到 到现在还不能回来了 对不对 更何况你还写文章骂人 其实这些富商 现在被习近平整理 其实就是三个字 黑吃黑 因为其实这些富商 很多其实这个背景 发家致富 问题也是很大 像比如说最近他抓了一个杨忠义 杨忠义在南京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他开了一间公司 收取大家的存款 根本就是在搞地下钱庄 那这样子的人老实讲 这么多的这种 这种不义之财 有办法在中国这种地方立足 以前也是被包庇的结果 现在呢 这个不想包庇你了 你就准备把你的钱交出来 就好像台商 钱赚得好好的不听话 就马上帮你擦碎 其实中国大陆他现在开始斗争 这个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他本来就是会斗 有 要赶快跟国民党讲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今年里面 他一直说要脱贫 要那个大家要脱贫的网 没达标 那你没达标 你当然一定是先找这些企业开刀